其实今晚这个是一个普通的demo lecture 如果真正我们上课就会应该是清晰一点的 因为我们是完全有什么都没有 讲到CFA Level 1 跳进去做一个valuation 但如果平时上课就会是一个有次序性的 由macro看下来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有什么选择,有什么不同的approach 然后才会讲这一部分的step 所以就应该会清晰一点 而且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某一件事 这里就是一部分说 比如做valuation的时候有什么要看的东西 industry analysis,company和stock evaluation之类 这里中间也切了一点 通常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top down的选择股票的方式 我们现在在说,譬如你在入了一间行做 你第一天上班 刚才那个manager不在,出去喝咖啡 然后大老师来到,整个file 今天五点钟交货 你又什么都不知道 要分析一间公司 有两个方法可以approach 第一就是top down 多数现在不同的分析都是用这个方式 那他就会看现在经济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就决定了 我哪个国家投资 然后再看行业 再看公司 就是由顶一路看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bottom up 这个会另外一部分cover 但是那个就是quantitative一点 他就会用某些的软件 定立了某些criteria 例如我要dead在某些level 那整个公司都掉下去 那就剩下30间筛签出来 那在里面再慢慢选择 所以通常都是top down的看 那这个就是这个程序 那如果你选择了某间公司 那接着下一步是怎么样 不是开心机 听一下那些什么sir 那些遮港的提示 是怎么样 看一下cash flow 我想第一步我想知道的 如果我要买 我就会看一下实质值多少钱 接着再跟市场的价格对比 这个就是普通你看analyst report 他就这样做的了 那他就会用不同的方式 看一下公司值多少钱 那接着每一股 他应有自己觉得应有的股价 跟着再跟市场价相比 那如果我估股票是 应该值得我当汇丰 100元的应该值 由我的意见计出来 现在是90只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是好买的机会 我计完之后 他应该值80个 我突然是90 那就是我可以当是overvalue了 市场上 那我就会recommend 要是不买或者sell 这个就是最后一步 之前那步我要去到 我估计他值多少钱那步 很多不同方式做的 主要有三至四个 那我们今晚的demo 其中一个是短一点 简单一点的 另外你可以看cashflow 看公司每年赚多少钱 那就是discount回它 就知道加了它 就知道多少钱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晚做第二个 都是cashflow 但是用dividends去计 那其实都是差不多 只不过我的earnings 如果我派 如果我赚一元的 我派一半 那dividends用那些计 头的方式用所有cashflow去计 去到最后答案都是差不多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很多时候 有些商机听到的了 那有些投资者打上去 商机说 新银行下星期招股 值多少钱啊 那他就说 其他银行呢 大约是八倍、六倍那样 那就是说 他earnings是一元的 那市价就是 earnings的六倍、八倍左右 那拿其他差不多公司的multiple 放在这间我要资价钱的公司那里 那他就计 那主要有三个 近期一些的 有些会用option方式去计 那就是当公司股票是一些option 其实如果你买股票 都是一个option 因为你 我给钱买了之后 公司虧了的 你最多是虧了你的本金 就不会虧多过你的本金 那其实都是option 有一部分的形式 所以可以option去计 但是最常见头那三个 那我们今晚做就是会中间dividends 就是那个 好吗 那如果看回 他有几部曲的 第一部 这个是under这个scenario 是preferred dividends 那跟一些永远不会到期债券一样 我永远都有某个cash flow 如果这个就是preferred dividends 那永远都不会到期 每年都有某个dividends cash flow的投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最简单的了 cash flow over return 那跟着我就有个现价了 就是这个选项 那你这个选项 如果我是普通股票的股息 如果公司永远都派同一个level的股息 都会用这个方式去计算 这个就是第一步来的 最简单 同一个股息永远一样 那我就将我会收到每一年的钱 除回Return 我会找到一个价钱 这是第一个 找价钱股价的方式 第二个 你会看 没有理由公司今年派10元股息永远不变 十年后那些股息买鱼蛋也不够钱 通常都不会不转 起码跟回Inflation 这个就是第二个方法 他就说 我的股息 Dividend 就是这里 就不是年年一样的 开始年年不同了 那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中间过渡息的例子来的 他说他股息 今年是某个银马 之后就会年年增加 去到最后我就卖了它 就当有个P就是卖价 那其实都是跟我们cash for一样计法 拿到一些 Dividend 当我收的股息 Present value 今天多少钱 加上就是了 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 这家公司 一个半的股息 接着就有个 8%的增长的每年 三年后 我就预期会51元 股价卖了它 要看回 现在的价值 我都是把 我个半的股息 连接增长 我承计 这个是12% 需要的回报 除了之后 加上我预期 三年后 51元 卖 Preview 它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中间股息 我有几年股息 接着卖了它的计法 好了 最下一步 如果我觉得 这是汇丰来的 我不想卖 永远留住它 我传给我的儿子 传给我的孙子 永远都有在 去到一个 Perpetual Infinite Period 就是 我有个股息 接着我就会 长期继续不买 有个Growth Rate 每年股息会增长 某个Percent 其实 这里就是 剪了很多步的 中间 我们上课就不会说 因为它不会问 但是最终 就会end up 有个这样的Formula 就可以计算 今天股价多少 中间 这个有时都挺喜欢问的 因为它 它推算这个程式中间 就是某些东西要做到 你看到 对P 就是零的 就是我要找今天价钱的时候 我要用明年 的Dividend 这就是它推算这个算计的时候 中间要 摆位的时候 刚才摆到这样 所以有时它就会 给不同的时期股息 不如你推算 Ded是什么 但是也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你知道增长率 所以就很简单 可以计算 如果 例子来说 这个就是永远都收同一个股息 跟很相似 也是个半 一年股息 8个Percent 就是growth 12个Percent 就是required rate of return 那么 对